嗨 各位好 我是Aaron 先跟各位說一個好消息 從4月15到5月6號 MyProtein每天都會邀請一位健身KOL 帶著大家一起運動 那很榮幸的 我被MyProtein邀請成為今天的運動老師 能夠帶著各位一起運動 今天想要帶給各位一點不一樣的 就是三鐵比賽前要怎麼熱身 可以看到我現在身上還有非常荒謬的賽痕 也是上個禮拜剛從澎湖的三鐵比賽剛回來 在這邊希望以自己微博的經驗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覺得一個好的賽前熱身應該會怎麼樣 那不管你是即將要上場的三鐵選手 或者是只是想在家裡流流汗熱熱身 我覺得接下來的運動都會是非常好的熱身運動 好 那麼廢話不多說 現在開始吧 這次我們熱身非常簡單 Idea呢就是先從大肌群熱到核心 再熱到等一下要游泳的手臂 然後再熱回比較末梢的部位 像是腳板啊腳踝這些 好 那我們第一個動作呢 就先從雙腳蹲開始 OK 各位可以跟著我做哦 很好 很好 非常好 那現在在蹲的時候呢 就順便調個呼吸 那如果蹲到痠的朋友啊 切記不要停下來哦 好不好 好 我們hold住一下 很好 對沒錯 如果會痠啊會喘甚至流汗的朋友啊 非常好 千萬不要停 我看到很多人 最大的問題是他賽前他不想要浪費任何的體力 所以就非常害怕會熱身過頭 然後變得其實核心的溫度一直沒有上升 現在腿會痠啊對不對 我們再hold一下下 那其實我覺得最完美的熱身運動呢 是讓你的核心溫度已經有達到比賽的強度跟溫度 這樣才是一個我覺得理想的熱身狀態 好不好 OK 好 好 不停哦 我們繼續站起來繼續動 欸 很好 很痠喔對不對 有些人應該現在已經開始流汗了 非常好 是不是 好像 平常自己熱身都不會熱到這個強度 對 因為很多人啊 他身體冷冷的 他只是稍微覺得喘 然後 他就 結束他自己的熱身 這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等到他一跳下水的時候 哇 核心溫度太冷 水又更冰 馬上抽筋 對不對 我們再三下 3 2 1 很好 OK 喔 有點喘吼 喝點水 稍微啊 把腳甩一甩 希望你的血液啊 有流到大腿 好 還帶著有點痠的情況下 我們再來做 Reverse Lounge 這動作很簡單 就是 支撐在你的 左腳 把右腳往後翻步 然後起來 接著我們拉剛剛支撐腳左腳 拉一下下就好 然後再來換右腳 拉右腳 換左腳 拉左腳 記得剛剛支撐腳是哪一隻腳 我們蹲完 上來就拉哪一隻腳 這個拉一下下就好了 記得賽前的話 你的dynamic stretch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不想要靜態伸展 我們希望動態伸展 那為什麼拉一下下就好 因為常常比賽前啊 是你身體剛睡醒的時候 賽前的拉筋運動 並不是要你肌肉的延展性有所提升 而是慢慢喚醒你肌肉 讓他們能够處於一個能夠比賽的狀態 好不好 OK 我們左右的腳 再各兩下 一下 換腳 好 拉 換腳 第二下 換腳 OK 非常好 如果是等一下要比賽的朋友啊 跟著做很好 記得隨時流汗 就補充水分 因為等一下游泳的時候 要喝水會變得相對困難 下一個動作就要熱到核心跟手臂了 好 來 現在踏到地板上 好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儘量核心要鎖住 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簡單的把腳往上抬 好 這時候手臂啊 核心都要開始出力了 OK 習慣的時候 我們開始 將腳 由外往內縮 然後再由內往外縮 這時候也是同時 將你的髖關節打開 右腳 一個外一個內 然後左角再以外以內 很好 有沒有 我開始流汗了 各位了 有沒有熱開 invoice 這時候也是非常好 調整呼吸的時候 Jah człowie解 Could be 再來 很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各位加油 對 就是要讓你的核心溫度熱開 到時候下水才不會有抽筋的狀態 左右腳在各做三下 1 2 3 4 5 5 很好 最後一下 6 很好 好 我們起來 喝個水 手抖一抖 這個動作非常重要 是因為等一下游完泳 馬上就接騎車 那騎車呢 很多人游泳上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 鎖死了 所以他腳抬不起來 越踩啊 他的背就會去帶長 就會越痠 所以很多人騎車騎一騎 喔 下背部很痠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地方 髖關節 在熱伸的時候並沒有熱開 好 那我們下一個動作呢 就是要針對等一下下垂游用所需要的肌群 去做熱伸 好不好 第一個動作呢 就是你雙手交疊 盡量的往上伸 這個動作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我給各位看一下 當你雙手往上延伸的時候 將你的骨盆稍微的往前rotate 收小弧 微微的收個小弧 如果是男生的話 就有一點點像在憋尿的感覺 從這個位置 往前延伸到這裡 往上延伸 然後再往左 很好 再往右 很好 往左 OK 好 我先稍微延伸到這邊 然後做一點 手往後抱 然後 往上延伸 很好 下來 肩膀轉一轉 向後轉幾圈 再向前轉幾圈 很好 好 再一次 往上延伸 很好 然後肩膀 轉一下 往前 轉一下 最後一下 往上延伸 來肩膀 轉動 往前 轉動 好 各位的肩膀肩胛 有沒有感覺到 比較放鬆 比較輕鬆 那我們再回到剛剛 姿勢 然後呢 加入一點點滑水 這個手臂 往下推 往下推 就是往自己身後推的感覺 對不對 往下推 然後加上一點點rotation 往下推 你要感覺整個人往上延伸 想像你自己 在水裡面游泳的感覺 這時候就把整個人的Streamline做出來 整個人流線型 在路上其實就可以訓練 好 很好 如果 姿勢習慣的同學啊 可以 稍微配合一點呼吸 像我是右邊換氣的話 我就會在 滑到右邊的時候 然後 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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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氣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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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跟得上自己的節奏嗎 這個地方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 很好 如果沒問題的話 3 2 1 休息 休息 恭喜各位 我們到了熱身的最後一個階段 也就是上場前 你最興奮 心跳最快 通常也是呼吸最淺的時候 我幫各位設計了一套 能夠讓你不要這麼緊張的運動 第一個動作 是我們半蹲 然後等一下起跳的時候 幫我雙腳往胸口的地方收 準備 嘿 嘿 對很好 再一次 嘿 非常好 再兩個 嘿 再一個 嘿 很好 Challenge自己最後一個 嘿 嘿非常好 如果這個時候你已經站在起跑線前 等著鳴腔 身體越來越緊張 越來越冷的話 記得調呼吸 然後做高抬腿的動作 嘿很好 這樣子也不會影響到左右的人 對不對 非常好維持心跳跟Bloat Flow的運動 嘿 非常好 膝蓋肌的抬高 手也動起來 配合自己的呼吸 蛤 不要讓你的心跳 跟身體冷掉 好不好 加油 嘿 好 3 2 1 停 嘿很好 那我們到了賽前的最後一個熱身項目 也是我自己認為最重要的熱身項目 就是想像你在跳跳繩 很好 腳跟不著地 腳尖可以稍稍的離地 這個動作非常重要 是因為大部分的人啊 在游泳前的腳板都熱身不夠 很容易在游泳的時候腳板抽筋 而造成緊張 那我們3秒後 回到半蹲墊腳的動作 準備囉 3 2 1 墊腳半蹲 喔 記得要穩住 有沒有 你的腳尖 是不是能夠穩住全身的重量 好 回到跳 跳跳繩 很好喔 對 再一次喔 準備 踮腳定住喔 3 2 1 踮 要穩住 很好 欸 各位不錯喔 好 最後一次 跳繩 欸 欸 有沒有 這時候同時調呼吸 唉 是不是 在賽前就沒那麼緊張了 好 最後一個定住 3 2 1 定 欸 越來越好 非常好 好 現在這邊恭喜各位 跟完了今天的黃金咒運動 如果是等一下要上場比賽的朋友 還是很緊張的話 沒有關係這邊有幾個小技巧 第一個呢 就是 深吸一口氣 然後吸到肚子裡面 然後憋住氣之後 感覺把氣往肚子下面送 同時 緊握雙拳 要感覺engage全身的肌肉 對 就像這樣 連脖子 眼睛 表情 腹肌 腳腿大腿 全部用力 然後 Let go 然後 把剛剛那口氣全部吐出來 有沒有感覺整個人 放鬆了很多 我們再試一次 吸氣 吸飽 好 Hold住 往下擠 用力 握拳 然後 渡氣 哇 是不是輕鬆了很多 可以做三到五次 等到自己緊張的感覺緩和了下來 再繼續的熱身 如果剛剛真的都沒有用 還是非常緊張的話 最後一個 對我來說 非常有用的運動 就是常常在起點前 我會真的 聲嘶力竭 用丹田力量 大吼 拿著自己的衣服 然後深吸一口氣 用你吃奶的力量 往這個衣服裡面 大叫 好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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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放鬆了很多 好 那今天的MyProtein黃金粥運動 就到這邊 我是Darren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分享 訂閱按讚 祝各位 比賽愉快 運動愉快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我們下次見 掰掰